眼皮下坠案例 Peter Lee先生于2014年11月25号正在开车时 突然感到左眼眼皮掉下无法看到景象 去医院检查不出原因 医生开了舒缓神经的药服用 期间也做了几次针灸 但都没有效果 2014年12月20号经朋友介绍 来到旧金山原始点推广站 经过询问了解李先生 平日手脚感觉冷 早上起床 口腔会感到口苦口渴 有胃食道逆流现象 推广站志工建议李先生 这是明显热能不足的现象 所以需要先温敷后才能实作按推 经过40分钟温敷后再按推 眼皮下坠现象 以明显改善 失作前 失作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